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款准三代机 究竟是如何吸引众多买家的青睐 它又是如何在巴黎航展这样卧虎藏龙的社会中脱颖而出的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5年6月15日 第51届巴黎航展在法国巴黎北郊布尔西国际展览中心正式开幕 共有来自47个国家超过2200家企业参展 展会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 在最为精彩的开幕式飞行表演中 一架飞机在进行了一段滑跑之后 便紧接着来了一个汉地八村 以接近90度的姿态进行爬升 展现出了强大的机动性 引来了现场观众的振振欢呼 而这架有着强悍性能的战机 正是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骁龙 骁龙具有突出的中低空和高压音速机动作战能力 能够与世界上现役的大部分先进战斗机相抗衡 但是它的价格还不及大部分三代机的一半 性价比相当高 然而作为一款准三代战机 骁龙只采用了两余度的模拟式电船操纵系统 其敏捷度与一些先进的三代机相比仍有距离 据了解 此次巴基斯坦总共派出了三架现役骁龙参展 其中一架进行飞行表演 一架进行地面静态展示 一架作为备份机 飞机挂装的各种武器模型 也随静展飞机一同展出 此前骁龙战机已多次参加珠海 法安巴勒 迪拜等国际航展 凭借其优异的飞行性能 赢得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以及赞誉 而此次在巴黎航展中的经验亮相 更是使得骁龙成为了此次航展中的明星 值得注意的是 与骁龙同属外貌热门机型的歼3-1 并没有出席此次航展 歼3-1曾经在珠海航展中大晃一彩 赢得了诸多关注 然而 面对巴黎航展这样的航空盛会 歼3-1却意外缺席 这让许多对这款四代机颇感兴趣的观众大失所望 不过 有细心的民众发现 此次巴黎航展不仅仅只有歼3-1一款四代机缺席 美国的F35 俄罗斯的T50 作为经常出席各大航展的明星 竟然也缺席了巴黎航展 我们说在这次巴黎航展上 骁龙是赚足了眼球 按说呢 骁龙是一个三代机 性能也并不是十分强大 但是为什么在这次航展上 骁龙成为了明星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大腕没来 放到其他领域啊 我们说如果搞一次电影节 无论是那个好莱坞啊 还是嘎那 柏林啊 电影节走红毯秀的时候 如果没有那个大牌的明星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时候 其他的一些小明星的话 可能就会赚取更多的闪光灯啊 摸取更多的胶片 那么因此的话呢 骁龙参加这次巴黎航展的话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利好消息 就是像美国的F22 F35啊 或俄罗斯的T50啊 这样的所谓四代机的大腕们 他没有来参加 那么没有大腕来参加的话呢 因此像骁龙这样 他就有了更多的曝光的机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尽管这些大腕没来 我们说骁龙毕竟 他还是一个准三代的战斗机 像法国本土的那个 针锋战斗机啊等等啊 从技术性能上来说的话 要比他还是要高出一筹 但是对于观众们来说 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审美疲劳 尤其是对于欧洲的这些观众们啊 游客们到这个航站来看 来自一个亚洲的 来一个完全的一个全新的飞机 而且发现还不错 完全是一个新面孔 那么这个时候给人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 转出眼球就是很正常的事 刚才您提到了很多大腕都去其这次巴黎航展 那么为什么美俄等国家都没有派出四代机来到航展呢 的确啊 现在巴黎航展看的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红火了 欧洲近些年来的确它的消费能力不旺 就是我们看一下实际上 行展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说 除了民用机的一些市场外的话 我们在军用领域的话 它主要还是以销售为主 销售导向为主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地区的话 消费能力都不是那么旺盛的话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出席的话 可能意义就不是特别重大 对俄罗斯没有参展的重要原因的话 就是还是我觉得因为地缘政治关系的原因 由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使得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急剧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把四代机特50这个本身在技术上 还不是非常的成熟 这么一架飞机的话派到这来 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政治上 都是说不太过去的 那么刚才说到呢 这次航展很多大腕没来 其实大家就比较奇怪的是 我们国家的歼三腰应该说是外贸版的四代机 可以说在珠海航展当中也是亮相了 但是为什么这次却缺席这个巴黎航展呢 当然这个尖三腰和骁龙比呢 确实还不是到这种成熟的程度 因为骁龙呢 实际上它的这个 现在不但是在这个实用化上面 已经都在这个就是巴基斯坦的空军服役 而且呢 它还能提供一些比如说技术转让啊 包括在这个 就是有些国家可以给它转让一些生产呢 这个对于很多国家的诱惑力 它是其实是更大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歼三腰本身呢 是中国的一个比如航空公司自己的这么一个原创的一个想法 但是骁龙不一样 骁龙很有意思的是 它是以一个巴基斯坦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 而且无论人口经济都不发达的国家的需求 他们提的需求 那么又是中国这样一个航空大国的技术做后盾 这两者的结合 那么它对于那个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呢 它有非常实用的一点 就是这是一个轻型的多用途战斗机 那么它的价钱是第三世界国家能承受的 而它的这个作战的用途呢 确实是又这个比较多 这一点呢 这个我想它有它的自己的独套的市场 是美国呀 法国那些战斗机 包括俄罗斯的战斗机 目前就是他们没有这一类的战斗机 所以正是天时地利吧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骁龙 确实在巴黎航展当中大出风头 同时那吸引了很多买家的目光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2015年6月16日 此次巴黎航展刚刚开幕一天 一名巴基斯坦军方高层人士便向媒体透露 巴方已与一个亚洲国家签署了骁龙战机出口合同 并定于2017年开始交付 出于保密考虑 他没有透露买家和采购数量 然而就在两天之后 一条新闻的发布便将该谜底接响了 据斯里兰卡国防部发布的新闻显示 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 在6月8日拜访了斯里兰卡空军司令 而在斯里兰卡空军司令的办公室里 赫然放着一架骁龙战斗机的大比例模型 模型上还有斯里兰卡空军的机灰 这张照片的曝光表明 斯里兰卡正是骁龙的买家 而巴基斯坦媒体报道 斯里兰卡将购买一个中队的骁龙战机 数量约为7至9架 这些战机服役之后 将负责对地支援空袭等任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骁龙战机是一款以空战为主的多用途战机 其最大的优势在于空空作战 而将其用于对地攻击似乎有些大材小用 然而将骁龙用于对地攻击的并不只有斯里兰卡 在巴基斯坦空军中 骁龙也承担着对地攻击的任务 不仅如此 巴基斯坦还从我国引进了FT-2型制导炸弹 用于实施对地的精确打击 除此之外 沙特作为中东的石油大亨 也曾表现出了想要用骁龙执行对地任务的想法 在最近针对野门胡塞武装的行动中 沙特空军成为空袭的主力 面对持续的空袭任务 沙特空军的压力相当大 其间屡屡有消息传出 沙特希望可以购买骁龙 用于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我们说骁龙最为突出的就是它的空战能力 包括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以它为重点 但是我们发现来到巴基斯坦的时候 它主要用于对地攻击 那么沙特也曾经有这样的想法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首先说骁龙的定位是巴基斯坦空军提出来的 叫轻型多用图 轻型是图便宜 多用图就是考虑到对地攻击了 巴基斯坦的空军比印度空军数量少很多 基本上作战飞机是三比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是和对手能打一个旗鼓相当的 那要求你对空军的数量不足的情况下 要求它执行任务的多样性就必须很高了 也就是说它强调的是那种一专多能的那种打法 而不是像很多大国 大国像苏联搞东西基本上是分工的 就是截击机是截击机 这个攻击机是攻击机 它反正有钱 它分得开 但是国家小的时候 就这么几个宝贝飞行员 就这么几架宝贝飞机 当然它希望多用图 巴基斯坦的空军应该说 还是走的是少着精的路 它不可能像印度那样 一家伙就搞的那么多飞机 就骁龙现在的性能而言 其实我想对地攻击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 它也是一个高低搭配 就是F16对它来说是所谓高精尖 数量很少 可以用来执行 比如制空 截击任务 那么便宜一点的 数量更多的骁龙 在F16的掩护下 也可以对地攻击 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我们说沙特是不差钱的 它完全可以买一款专用的攻击机 但是为什么它还曾经想用骁龙 来实现对地攻击呢 不差钱 不代表着就可以乱花钱 沙特的话 基本上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一致千金 是有名的大货 但是大货的话 有的时候它算盘打的 还是非常的精的 它的任务的话分几个层次 那么有个层次的话 比如防空作战 防空作战在这种一对伊尼斯五货 或者是机群对机群的 这样的空战条件下 一定要追求一个 尽可能高性能的飞机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不惜重金 从发达国家购买第三代 甚至是第四代的战斗机 这个是它要追求的 但是它会面临的 其他的低强度的一些作战行动 比如说前一阶段 它对胡塞武装进行空中打击 那么这种低强度 对于它来说的话 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 而且对方的防空能力又比较的弱 甚至包括它的打击目标的话 也是比较的低级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出动一个F15 甚至是未来可能第四代战斗机的话 有点牛刀杀机的味道 消费比也不是特别的高 反倒是像骁龙这样 性价比足够出色的这样的飞机的话 足以完成任务 而且它装备的数量还可以更多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把算盘打得更精一点 可以装备的更多更好 这样的话你随行任务的能力 实际上更加多样更加丰富 所以我们说沙特选择了骁龙是有自己的考虑 在这次航展当中 我们确实看到了骁龙可以说是抢尽了风头 而唯一能与它争锋的当属法国的阵锋 在巴黎航展中 唯一能够与骁龙战机平分秋色的 便只有东道国法国展出的阵锋战机 阵锋战机曾在一次模拟空战中 击落过一架美国的F22战机 这也成为它超强战斗力的最有力证明 然而如此强悍的阵锋 却又分析称 在实战中阵锋未必会是骁龙的对手 阵锋轻松击落F22 与阵锋旗鼓相当的骁龙 是否也有与F22一战之力 不要和四代机一战 那么有两个枪极 隐身版骁龙引发争议 骁龙的进化之路究竟还面临哪些困境 对于国际军火市场 完全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双座版骁龙在空战中 又将遭遇怎样的尴尬境地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骁龙首秀巴黎航展表演汉地拔葱 身为廉价战机的他 为何成为航展的明星 四代机的大伙们 他没有来参加 一张照片意外曝光神秘满家 斯里兰卡突然选择骁龙 作为自己下一代主力战机 究竟适合考虑 但是国家小的时候 就这么几个宝贝飞机员 就这么几架宝贝飞机 空战精英却屡屡屡被用于对地攻击 初出茅庐的骁龙 是否真的被大财小用 不可能像印度那样 你家伙就搞得那么多飞机 隐身版骁龙的问世 究竟会对世界军火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沙场推出席卷航展的中国新秀正在播出 在此次巴黎航展中 唯一能够与骁龙争锋的 便只有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了 在不久前 阵风战机刚刚获得了印度的一笔大单 并且宣称 曾经击落过美国的F-22战机 可谓是风头正盛 然而面对三代半的阵风战机 却有消息传出 骁龙战机丝毫不落下风 准三代战机骁龙 到底能否击败阵风 同样面对F-22 骁龙是否也有一战之力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作为此次巴黎航展中 唯一的一款能够与骁龙争锋的战机 阵风曾有过澳人的战机 2013年6月 法国媒体对外公布了一段飞行视频 视频显示 这架阵风正死死地咬住一架F-22的尾部 并准备将其击落 F-22在察觉到被阵风锁定之后 多次试图摆脱 然而无济于事 在先进的航电系统的帮助下 阵风飞行员最终锁定F-22 发射了一枚空空导弹将其击落 据了解 F-22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种 已经批量装备部队的四代机 具有优异的空战机动性 独一无二的隐身性能和先进的航电系统 而阵风战机作为一款三代半战机 能够在模拟空战中击落F-22 无意证明了其无论是航电系统 还是机动性能都有着与四代机相媲美的实力 正是由于阵风强悍的性能 在今年四月份 印度决定购买36架阵风战机 以增强自己的空军实力 然而此消息刚刚曝光 便有分析称 面对巴基斯坦装备的骁龙 印度购买的阵风战机 在未来可能的空中对抗中 未必占有优势 甚至有评论称 印度如果事先了解骁龙的真实性能 一定会后悔自己购买阵风的决定 我们看到不时有人拿阵风和骁龙进行对比 但是阵风是一个三代半战机 而骁龙是一个准三代战机 两者的差距将近一个代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经常看到有评论说 未来印度的阵风 如果和巴基斯坦的骁龙进行对峙的话 骁龙还是有优势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评论 阵风对比骁龙的话 无异具有技术上的优势 因为技术代差还是摆在那的话 那么阵风的话 是法国着力开发的一个三代半的战斗机 它比欢迎2000还要先进了半代 那么半代的话不是图有虚名的 实际上无论是它的电子航电的能力 还是武器挂载能力 航程以及空战的格斗能力等等 诸多方面的话 都是相当出色的 这也是世界各国 其实尽管在世界各国 它的销量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对它的技术能力的话 也都是普遍认可的 那么骁龙的话毕竟还是一个准三代的战斗机 因此无论是从各个方面的角度来说 是没有优势可验的 这个是必须客观的来承认 但是没有技术优势 并不意味着战场上就没得打 就当年越南战场上一样 越南空军的米格17的话 对于第二代的两倍音速的F4鬼怪的话 依然还有很大的空战的能力 甚至是可以打掉很多架 所以说未来的骁龙如果在空中战场上与阵风相提并论 或者是面对面的碰撞到了 那么还有没有操作空间 还有没有空战能力 我们想这方面是有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说在一些气动外形 其实每一架飞机有自己的特点 那么这一点我们先不说 此外的话 实际上骁龙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间 包括现在的一些航电能力的提升的话 使它具备了相当深厚的一些空战的潜力 比如说我们说的相控正雷达 比如说挂载的先进的空空导弹 作为未来一个先进的空战的模式的话 如果得到预警机的先进的支持的话 骁龙完全有能力 跟第三代战斗机或三代版战斗机一决高下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的话 未来巴西党空军它的整个作战体系构想的话 比如说以美制的F16来承担一个主力空战的任务 那么在这个空战的任务的前提之下 那么骁龙可以承担更多的对地面目标和海上目标突击的任务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你跟阵风不是完全一个对决的关系 只不过看双方的一个攻击能力强弱的问题 那么在这方面 骁龙目前无论是武器挂载的多样性 还武器挂载的能力的话 已经可以说跟第三代战斗机没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说未来战场上 不管是在南亚斯大陆还是其他的一些地域的话 骁龙完全有它大有作为的空间 看来在面对三代半战机阵风的时候 骁龙也不甘下风 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曾经有评论说 阵风曾经击落过美国的F22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我们来推理的话 是不是骁龙在面对F22的时候也有一战之力呢 是这样的 如果说打空战 现在我们都知道飞机是分带的 但是很快导弹也要有新的升级 阵风实际上最厉害的 应该是将来会配套欧洲联合研制的中距的空空导弹 那样的话就算如虎添翼了 有可能能和比如说F22一战 那么这是它的这么一个想法 那么具体到像骁龙这样的轻型战机 它的开发应该说 它的原来的起步是个二代机 最初巴基斯坦是希望我们在歼7的基础上 搞一个能对地攻击的这么一个轻型战机 那么它相对于现在的四代机来说 差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你非要和四代机一战 那么有两个前提 第一你要有预警机 而且很先进 第二应该在中距弹上想办法 骁龙其实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挂中距弹 但是如果说将来能够挂更厉害的新型的中距弹 那样更好 因为现在的有一个差距是 以前的导弹是我这架飞机看到的目标 我的导弹能打 那么下一代的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后 是别的飞机看到的目标 我的雷达不开机的时候 我也能打 从这个意义上说 如果具有这种通信的这种能力 有了数据链 那么再加上那种新型导弹 那么骁龙才可以和四代机一战 否则你要现在的二代机技术升级的骁龙 那你就连找都找不到对手的情况下 你就很吃亏了 所以说要对抗四代机的话 骁龙必须要进行这些改进 同时我们看到有消息说 骁龙不仅要进行改进 甚至有可能变身为一款隐身战机 2014年12月 有网友在网络上曝光了一组 电脑绘制的隐身版骁龙战机的效果图 这款隐身版骁龙相比原版在尺寸上 并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却采用了时髦的菱形机头 一身融合和微型双锤尾等隐形设计 然而与大部分隐形战机不同的是 该机并没有设计至关重要的内部弹舱 只是在机腹设计了三个半蛮式武器外挂点 这组图片的曝光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网络上对于骁龙是否真的会出现隐身版也是众说分约 有分析认为骁龙战机要想实现隐身 其外形和气动布局都需要进行大的改动 而这对于主要针对中低端市场的骁龙来说并不划算 然而也有分析称 未来的空战注定是隐身战机的天下 骁龙隐身版的出现势在必行 面对这些截然相反的说法 骁龙战机总设计师曾向媒体表示 骁龙战机将不断发展 不断装备和不断改进 而且后续改进型将侧重信息感知能力 体系融合和武器装备方面 并且强调骁龙未来可能会采用一些低成本的隐形措施 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骁龙要进行隐身化处理 成为一个准四代机 当然也有评论说 那么如果骁龙要进行隐身化处理的话 并不是一个小工程 那么这样做其实并不现实 那么李老师在您看来 未来真的会出现隐身版的骁龙吗 这个已经很难了 因为首先骁龙它大概是最大的话 就是最大洗肥重量才12吨 正常的话也就是9吨 那么这个在现在战斗机中算小的 因为你还有两吨的油 对吧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改隐身 其实我想它比重新设计一个飞机难度不小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就是说 首先隐身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隐身的一个概念 它要求你的电子设备完全都得变化 否则的话你上天你开不开雷达 你就算被动隐身做得再好 如果说你用老雷达 你一开机就暴露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要求你的这个隐身是全方位的 除了被动的这种雷达隐身 你的射频也要求是隐身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在老飞机上进行改造 这是非常不合算的 那么倒不如把经理放在一个从头搞的新飞机上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真的出现了隐身版的骁龙的话 它会对国际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如果骁龙的话 具备了隐身性能的话 那么我想问一下 它还能叫骁龙吗 或者说它还是所谓的准三代机了吗 那么无疑我想 它就可能像美国的F351一样 已经跨入了四代机的行列了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 它所付出的代价 与它能够换来的收益的话 是否成正比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国际军火市场 在战斗机领域的话 基本上分三个档次的需求 高 中 低 那么高档次的需求的话 对于隐身战斗机有需求 那么这个的话 基本上集中在F35上 那么低端的需求的话 就要求很低了 那么要求很低的话 现在来说 骁龙之所以能够转足眼球 能够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上 可能会有广阔的天地的话 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低端市场 其实大家对于 甚至不一定非得要求 你具备高性能的三代机 这样的技术参数等等 你具备一定的综合性能的话 就够用了 这是低端市场 但是中端市场这是一片空白 如果谁能够研制出中端市场 价格能够满足这些中端市场的需求 价格不高 但是同时又具备了隐身能力 就是我们假设的隐身版的骁龙 一旦出现的话 那么将会占据巨大的中级市场 那么这个市场的话 将无疑将会是蛋糕最大的一块 我们知道实际上很多的经济领域的市场 往往最尖端的 它的市场并不是特别大 最末端的也不是很大 往往是中间的这一块肚子是最大的 如果你能够出现一款性价比非常高 具备隐身能力的这么一款战机的话 那么对于国际军火市场 完全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可以想象 如果真的有隐身版的骁龙的话 确实对国际的军火市场 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另外除了隐身版的骁龙 非常值得期待之外 可以说双座版的骁龙 刚一亮相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013年6月17日 在第五十届法国巴黎航展上 众多媒体与游客 围在中国展区的一个展台旁 兴之勃勃地观看着一架骁龙战机的模型 这架模型的座舱 将比普通的骁龙更长一些 后方出现了足以塞下 第二个飞行员的位置 它就是此前媒体曾经透露的 双座版骁龙 然而就在众多买家 对双座版骁龙青睐有加的时候 却有媒体表示 双座版骁龙在未来空战中 很有可能会面临尴尬的局面 双座版骁龙呼声甚高 另类中国战机 是否真的会遭遇 意料之外的尴尬局面 加一个飞行员以后 它的能力有多大提升 那未必 空军司令亲自进击体验 出口事宜看似板上钉钉 然而势在必得的骁龙 却为何最终意外落败一款二代机 二手诱诗的话 依然有巨大的诱惑 情形战机成为军火市场宠儿 骁龙究竟凭借哪些本领脱颖而出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骁龙首秀巴黎航展表演汉地拔葱 身为廉价战机的他 为何成为航展的明星 四代机的大伙们 他没有来参加 一张照片意外曝光神秘满家 斯里兰卡突然选择骁龙 作为自己下一代主力战机 究竟适合考虑 但是国家小的时候 就这么几个宝贝飞机员 就这么几架宝贝飞机 空战精英却屡屡屡被用于对地攻击 初出茅庐的骁龙 是否真的被大财小用 不可能像印度那样 一家伙就搞得那么多飞机 隐身版骁龙的问世 究竟会对世界军火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沙场推出席卷航展的中国新秀正在播出 骁龙在此次巴黎航展上可谓是大出风头 但其实在2013年的巴黎航展上 一款骁龙模型便凭借着双座的设计 已然成为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其实在单座机的基础上 发展出双座机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我国的歼15舰载机 便成功发展出了歼15S双座机 相比于单座机 双座机到底有何优势 双座版的骁龙诞生 又到底面临着哪些难题呢 2013年6月17日 在第五世界法国巴黎航展上 众多媒体与游客 在中国展区的一个展台旁 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一架飞机模型 这架飞机模型便是双座版的骁龙战机 这也是双座版骁龙 在巴黎航展上的首次亮相 从外观来看 双座版骁龙与单座版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为了容纳更大的座舱 座舱盖明显向外突出 整个座舱比单座版更高 据媒体报道 单座版骁龙常常被认为是准三代战机 而双座版骁龙问世之后 就直接升级为真正的第三代战机 而其价格相对于单座版骁龙却没有太大改变 凭借着优秀的性能和极高的性价比 双座版骁龙赢得了众多潜在客户的青睐 然而 对于双座版骁龙的设计 却有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虽然双座版的设计 使得骁龙的整体作战性能有所提升 但是 却是其最大战斗赛赫和最大航程大幅度下降 这很有可能 使骁龙在未来的空战中 遭遇非常尴尬的处境 对此有专家提议 双座版骁龙需要换装性能更为强大的涡扇发动机 以承担改进之后所增加的重量 有消息称 双座骁龙或装配法国的M882改型发动机 其原型M88发动机 正是法国阵风战机的标配动力 但是也有专家担心 在不投入巨资改变飞机结构的情况下 M882发动机 究竟能否融入骁龙战机 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说在2013年巴黎航展的时候 双座版的骁龙刚一亮相 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成为了航展的明星 那么相比于单座版的骁龙 双座版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首先说的 它作为作战部队 那么飞行员从航校出来 它飞的教练机 到作战部队 如果能有一个同型的双座版的飞机的话 那么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过渡 新飞行员像老飞行员这样过渡 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你要说 这个骁龙这么轻轻的飞机 加一个飞行员以后 它的能力有多大提升 那未必 因为你的这个载弹量 你的这个挂点数量在这摆着呢 就是机翼下面四个挂点 一间两个 它的这个整个的武器携带量 还是有限的 另外我们看到有传闻称 如果说八级斯坦要推出双座版的骁龙的话 很有可能会配备法国的发动机 但是同时我们看到有评论说 法国的发动机 其实和骁龙的整个体系是并不兼容的 那么如果真的安装了法国的发动机的话 对于骁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真的要走那一步的话 我想问题还是挺多的 刚才首先提到的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发动机是不是匹配的问题 实际上现代战斗机的设计的话 不像过去的话 是先设计机体 然后再找一个发动机 看看能不能匹配上 这个在过去的话 活摘式年代的话 或者是在喷嚏式早期年代的话 还可以可行 但是进入到尤其第三代战斗机的话 往往是旧的发动机来设计 一架飞机的启动关系和整体布局 因此的话 如果你要后面再改换一个发动机的话 那么这个修改的工程是巨大的 无论是尺寸可能就完全不匹配 不匹配的话 你设计到你整个机体就要重新设计 这个要付出的时间和代价 它太巨大了 那么未来真的 它现在的正宫上 或者是原来欢迎2000上用的发动机 能不能用得到骁龙身上的话 这个很难说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从军火贸易和政治的角度来说的话 实际上是对于 无论是对于中国和巴基斯坦 采用法国发动机的话 现在还都有一些问题 此外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问题 法国的武器装备的确不错 在整个西方国家里头 都是有口碑的 某些领域的话 甚至比美国 俄罗斯的武器的话 还要有特点 甚至是能够具有 它自己鲜明的一些作战能力等等 但是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贵 包括法国的一些奢侈品 我们说在世界上都是大名鼎鼎 奢侈品之所以成为奢侈品 就是因为贵 法国人在这方面 成本控制方面 好像比其他国家的话 相对弱一点 这里面有诸多的原因 但是一个就是在军火市场上 你整个的份额大小的话 是一个重要的关系 那么这么贵的武器系统 对于骁龙本身 这一个经济试用版的飞机来说的话 是不是能够用得上 是不是用得起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所以说法国的发动机和骁龙的结合 确实还不能急于下定论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现在我们看到 骁龙在国际市场上备受欢迎 但是它的外销之路 也并非是一帆风顺 2015年2月16日 据媒体报道 埃及和法国在开罗签订了购买 法国打索公司的24架 阵风战斗机的协议 而在此前 美国媒体曾经报道 埃及是骁龙战机 最有希望的外销市场之一 在2014年底的珠海航展上 巴基斯坦军方曾向媒体表示 正在同一个中东国家 就骁龙的购买事宜 进行深度谈判 当时外界猜测 此国便是埃及 然而随着此次埃及 将购买24架阵风消息的曝光 让骁龙战机在埃及出售的前景 变得渺茫 除了埃及之外 尼利利亚也曾表现出 对骁龙的浓厚兴趣 2014年12月 尼利利亚空军司令 在巴访问期间 还专门参观了 巴基斯坦航空公司 在卡马拉的骁龙战机制造工厂 并且亲自进入战机驾驶舱 进行体验 然而在今年5月份 却有媒体称 巴基斯坦与尼利利亚的谈判 陷入了僵局 尼利利亚最终能否购买骁龙 成为了未知数 而据媒体报道 骁龙出口 还曾经意外败给一款老旧的二代机 在2013年的巴黎航战上 阿根廷对骁龙战机十分青睐 主动就骁龙的引进问题 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阿根廷官员 甚至将进口版骁龙战机 重新取名为舰三 然而就在此次合作 看似已成定局的时候 2014年1月 阿根廷国防部突然宣布 决定采购18架 以色列诱师战斗机 而据了解 诱师战斗机 是以色列40年前的产品 作为一款二代机 其性能 与准三代的骁龙战机相比 毫无优势可言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骁龙的外销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虽然说埃及和尼利亚都曾经抛来了橄榄枝 但最后都没有购买 难道是骁龙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吗 我想是这样的 军火贸易它有这么一个非常大的复杂性 就是说有些国家 比如说它的经济不太好 它买你的战斗机或者买你的武器 它要求你有一个补偿贸易 对吧 那么有些国家不是 你像埃及的它就更特别了 埃及买东西可能是沙特出的钱 或者是美国军援里的钱 所以这个钱花起来就不是自己说了算 那么它就要受很多影响 我想第一单生意特别重要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配套的东西 包括补偿贸易 包括一些个后续的一些个承诺 比如说你的后续的武器库 你能给提供的新的导弹 新的装备有多少 能跟它兼容这些才是骁龙真正的吸引力 毕竟世界上第三世界国家很多 有很多国家绝对买不起三代机 更不用说四代机 唯一可选的骁龙 再比它差的都是教练级改装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这个事我想大家还有点耐心 但是我们说除了埃及和尼利亚之外 那么骁龙在阿根廷的招标当中也意外落选 而最后阿根廷选择了一款二手的诱诗 我们知道诱诗是一个二代机 它和骁龙的比较起来应该说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阿根廷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从当初的报道来看的话 阿根廷对于骁龙的确是非常的感兴趣 无论是它的性能以及它的多用途能力等等 对于阿根廷来说的话 提升它现在的作战能力都是有巨大的帮助 而且现实意义非常的重大 可以说表达了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印象 但是最后之所以中标最后还是选择了 以色列的二手的诱诗 我想里头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换个角度 我们站在阿根廷的角度来说的话 尽管骁龙有它性能上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个优势 但是以色列的二手诱诗的话依然有巨大的诱惑力 那么这个救惑力的话可以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技术的延长性 我们知道阿根廷是法国武器装备的历来的一个大户 阿根廷很多的以前的武器装备都是从法国采购进来的 在空军的武器装备里面 一个重要的装备 就是它当年的主力战斗机型号之一就是幻影三 而幻影三的话在世界各国的话也是卖的非常好 那么幻影三跑到以色列之后的话 一个开花结果的一个改进型就是优势 所以说今天以色列把二手的优势如果是卖给了阿根廷的话 实际上阿根廷的话 他第一 首先我的训练体系不用根本不用做大的改变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只不过是稍加改进而已 第二个的话我的零配件后勤装备等等就一切非常的顺畅 不用大改 所以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严重性非常的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经济方面 毕竟二手货跟一个崭新的销龙的话价格还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那么现在阿根廷实际上从南美国家来说它的经济也并不是特别的好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他现在能够满足作战需求的角度来说的话 还是少花钱多半是 因此 诱诗在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诱惑力的 所以阿根廷选择诱诗还是有他自己的原因 另外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么多案例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国际市场上的宠儿其实往往不是一些攻击能力特别强的重型战机 而往往是今天我们说到像销龙这样的轻型战机 重型战机凭借着强悍的作战性能成为现代战争的空中王牌 然而即便如此 轻型战机却依然成为国际军火市场的宠儿 以俄罗斯的米格29战机为例 其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00亿美元 而其竞争对手美国的F16在军火市场上则更为强手 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资料显示 截至到2013年 世界战斗机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制F16战斗机 占全球战机数量的15% 也就是说世界每七架战斗机中就有一架是F16 对于销龙来说 轻型机的火爆热销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而据一名曾经驾驶过F16战机的巴基斯坦飞行原程 销龙的性能要全面强于早期的F16 而它的单机价格只有F16的三分之一 完全适合机要队机队数量规模有一定的要求 对价格又十分敏感的第三世界国家 其实我们知道如果在战斗当中 应该说重型或者是中型战斗机 它的这个性能更加强大 但是在世界军火市场上 我们就看到轻型战机反而是备受侵蓝 原因是什么 对于一些中小型国家在一些低强度的武装冲突里面的话 它要求就没有那么高 我一次出动的话能投个一两枚炸弹就够了 因此轻型战机是完全够的用得上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性能化航程 那么比如说美国空军 美国空军是全球空军 它对于航程的要求 作战半径要求是非常高的 甚至通过空中加油机 它要求24小时内全球到达的能力 那么对于一些中小型国家 地盘就那么大 我的整个的国土面积就这么大 因此一架轻型飞机 尽管我的航程远远不如你美国的F15 甚至F16我都不需要那么大的航程 我的作战半径的话 够得上我几百公里范围的 或者是半径三五百公里的国土面积 就完全够得用上了 我们说轻型战机在国际市场上备受侵蓝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于骁龙外骁来说 会获得哪些歧视呢 首先最早开创这条路的其实是苏联 那么苏联那个时候它分工特别细 它的前线航空兵呢 是专门装备这种重量比较轻 可以在比较糟糕的机场上跑道起飞 跟着进攻部队后边去提供掩护的这么一种飞机 你像米格系列有很多这样的非常成功的案例 那么苏联建立在庞大的这个军工生产体制下呢 它能拿得出来单个非常便宜的飞机 在于它同一型号的量特别大 早就把设计科研的费用给平衡掉了 那么它自己装备的多 然后呢卖出来当然就便宜了 现在呢这个苏联解体以后 你再找不到这样的廉价舰尼机的提供者了 因为没有人那么大规模的偷军备 可是呢局部冲突又不断 所以将来可能多的这种多性能的 多用途的轻型战斗机 价钱在承受范围内 又能够主要对地攻击 还有一定的空战能力 这个呢对于很多小国家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凭借着优异的作战性能 与超高的性价比 骁龙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赢得了众多青睐 而随着骁龙的不断改进 它的性能还将进一步提升 届时它将具备 与世界最先进战机一较高下的实力 也将在更大的军火市场上一战身手 第32魔部团攻占欧文堡 红色战车逼近洛杉矶 数万人的苏军王牌部队 为何突然现身美国沙漠 全程模拟苏军禁卫部队 逼真再现恐怖装甲集群 神秘的假想敌部队参与训练 到底能够带来怎样惊人的效果 美军兵强马壮装备精良 为何还要山寨苏联落后武器 下期沙场敬请收看